夜晚的丽江古城 一个让你走进来就不想出去的地方 区别于白沙古镇自然生活气息 和树河古镇的小知情调 丽江古城更多了一份激情 到处都是浪漫的气息 在绚丽的灯光照射下 优美的河道两旁 年轻男女到此吃饭约会 到处充斥着荷尔明的味道 看一看就像仙境一样的 我想待在这儿不走 燕子我是第一次来 你想不想 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来的 十几年没来了 希望还是不来 小雅 记得在11年以前 我们来到这里 然后就是专门找这个 非常火爆的一片 阳光的这酒吧 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 它依然那么火爆 都说丽江是厌语之毒 我想就是指丽江古城 夜生活的一种形态吧 年轻男女从各地来到丽江 在古城释放自己 放下工作的疲惫 在这里放松自我 彼此不认识的对方 一句礼貌的问候 就有机会坐在一起 聊聊各自的生活 聊聊来丽江的故事 可能就会插出火花 我想这可能就是 艳遇的打开方式吧 丽江古城也是一个艺术之城 到处都是民谣音乐的演艺 游客也可以参与其中学习 顺便买个手鼓 学会演奏一支曲子 回去也能展示自己 也算没白来一趟丽江 如果你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呆逆了 可以选择来到丽江 这里有最美的风景 也有让你放松的古城 我们下马上就哭了 我们下马上就在这里 好像五十五年有时 若者是在那里 尝试这温暖的下马上就 再温暖的下马上就 这温暖是大马上就 去 movetel 那浅暖的下马上就 下马上就要 再温暖的下马上就 下马上就要 走在马上就 booked 着马上就要